孔雀鱼 大家好,我是洪教授 我今天要來幫我的孔雀鱼接生 就是他要懷孕了 那我們都知道 魚媽媽生小孩之後 他會馬上去把他的小魚給吃掉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把他生小孩專用的四月盒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做 孔雀鱼媽媽專用的四月盒 我們所需要用到的材料 就是一個查理王的罐子 不一定要查理王的罐子 你用其他的寶特瓶也可以 一個不小心就給他業配 我們現在要做的一件事 直接把它切成兩半 我們馬上把它切成兩半之後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他們兩個合在一起 把上端給塞進去 可想而知 我們會把母魚放在上面這個區域 等他生完小孩之後 我們這個下面就要挖洞 讓小魚跑到下面這個空間裡 對沒有錯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來挖洞 我們現在晚上移動到挖洞的地方 我們現在挖的洞 就是讓小魚可以通過 大魚不能通過 那就OK了 我們搓洞 我們使用到 每個家庭應該都有的 就是這個焊槍 它來融塑膠是最容易的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來鑽洞 嘿唷 我鑽洞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鑽了哪些洞 首先呢 因為我們剛剛是要這樣子裝 鮪魚在上面 所以很自然來 鮪魚生便利就這樣 魚就會往下釣 很容易 所以我們在底部這邊 飛區就裝很多的小洞 平蓋上會用了兩隻 兩個洞 很開的洞 為了以防那些小魚 直接釣到平底 就會直接水到那邊 我們就讓它直接釣到下面 好 那這個洞口呢 剛好可以讓小魚通過 大魚也是沒有辦法通過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既然是用了四浴盒嘛 所以我們要把它放到魚缸裡 對 我們魚缸有過濾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 我們四浴盒裡面的水 跟我們外面魚缸的水 是可以互通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在上面 畫一些洞 OK 所以我們現在來 割洞 OK 我們已經在瓶子上面 畫好線了 那如此一來呢 當我們把我們這個 四次的四浴盒 放到水裡的時候呢 水就自己灌進來 好 我們馬上呢 把它放我們的魚缸裡面 實測看看 好 跟各位介紹呢 我們左邊這邊有一個 之前買的四浴盒 不過呢 裡面我在養那個 小魚 所以呢 我這一次呢 就 才想要自己先做一個 好 我們直接先把我們這個給 放進去 仔細看 你看有沒有 水呢 然後呢 就馬上呢 進入到我們的 查理王的四浴盒 等到水已經充滿裡面的時候呢 它就會不會浮起來 好嗎 就會卡在這邊 進去看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 母魚呢 直接 撈進我們 上面這個裡面 好 好 我們已經成功呢 把我們的 母魚隔離 到我們的 四浴盒中 好 我們已經成功呢 我們已經成功了